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欺骗的新郎 新郎又怎会坠楼而亡呢 帅气新郎 坠楼真相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3年元夜的这一天是一个老人们口中适宜结婚的黄道吉日 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喜泡齐宁 一对新人和前来到后的亲朋好友邻里相亲欢聚一趟 这敲锣打鼓的热闹了一整天 直到天色渐晚 宾客才纷纷散去 小区恢复了平静 然而呢 砰的一声沉闷的巨响却忽然打破了这深夜的寂静 小区的住户们纷纷的亮起了灯 往下一看 只见一楼的水泥地上居然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小区的保安和几个大胆的住户连忙跑过去看个究竟 而眼前的一幕却让大家大吃了一惊 这地上躺着的竟然是白天婚礼上的新郎 看样子啊 已经气绝身亡 新郎怎么会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从七楼摔下来死掉了呢 自杀吗 没道理呀 白天新郎还给邻里乡亲们喝酒道谢的 忙着忙那 那是满脸堆笑啊 难道是被人所害 只听有几个人小声地嘀咕着 你们还记得过 今天婚礼上倒是发生了一件晦气的事 有人竟然给这夫妻俩送来了一个花圈 这可让新郎和新娘着实不开心了好一阵 你们说说这和新郎的死有没有关系 有人拨打了110120 也有人跑到七楼的新郎家去敲门 可是敲了好半天都没人应 奇怪了 冻房花烛夜呀 新郎坠楼了 新娘子去哪了呢 好在有邻居打通了新娘的手机 不一会儿 一个女人发了疯一样的挤开人群冲了进来 扑倒在新郎的身上是哇哇大哭 边哭还边说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呀 而这个女人就是新娘 白天这俩人刚在小区里摆了流水席宴请宾客 可没想到这会儿却变成了阴阳两格 真是不幸了 救护车警车是呼啸而止 邻居们帮着劝了好半天 新娘这才松开了新郎 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新娘 有人更是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句 这新娘也太丑了 只见这个女人大约三十岁出头 是又矮又胖 再仔细一看 不得了了 脸上好大的一块红色的胎记呀 有几个多嘴的人也小声议论 这新郎不是嫌这新娘长得丑吧 难道就因为这个想不开跳楼了 那也不至于呀 可新娘子却似乎并不在意人们的议论 口中一直不停地念叨着 是我害了我丈夫 是我害了我丈夫 真的会是新娘害死了新郎 帅气的新郎 为什么会娶一个丑陋的新娘 两个人会有着什么样的过去呢 新娘名叫李芬 坠落楼下的新郎名叫吴鹏飞 两人是相亲认识的 李芬那会儿啊 三十三了 要身材没身材 要长相没长相的 论文化程度也只是一个中专生 而吴鹏飞呢 一米八的个子 相貌俊朗 说起话来好爽幽默 更何况 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在银行工作 收入也很是不错 而且呢 这个吴鹏飞比李芬还小了整整五岁 这一切让李芬觉得 那次的相亲呢 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 可是啊 让李芬始料不及的是 来相亲的男孩还真的看上他了 第二天没人竟然打电话来说 男方呢对他很有意思 此后双方开始了约会 可随着交往的一步步加深 李芬竟然越来越觉得 自己实在是配不上人家 这心中的遗团也是越来越大 按道理说 吴鹏飞可应该找一个比自己更好的才对 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为什么会独独对自己倾心呢 该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难道另有所图吗 好在 在李芬看来 谜底很快揭开了 这天吴鹏飞主动提出要带李芬回家见见家长 要见未来的公婆了 李芬既兴奋又紧张 可是就在李芬走进吴家的那一刻 他呆住了 只见床上 躺着一个全身瘫痪的老妇人 生活不能自立 吴鹏飞含泪说道 我父亲早年去世 我呀 是我母亲一手带发的 去年呢 我妈被一辆无牌无照的摩托车给撞了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吴鹏飞擦了擦眼泪接着说 李芬呢 不瞒你说 我曾经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妻 就是因为母亲突刀横祸 女方话都不说一句 就取消了婚礼 此后 我也触过几个长相不错的女朋友 可他们呢 知道了我母亲的情况之后 无一例外的 全都提出了分手 好像生怕嫁给我之后 拖累了他们似的 时间一长 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 女孩子长得怎么样啊 其实无所谓 家世背景也不重要 只要能理解我的处境 接受一个不能下床的老母亲 我就心满意足了 李芬觉得 尽管吴鹏飞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啊 她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孝顺孩子 就点头答应 那一天呢 吴鹏飞手拿钻戒 单膝的跪在地上 向李芬求婚了 李芬可觉得呀 自己那是中了头彩 很快 双方就定好了 良辰吉日 办了婚礼 结了婚 可是 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婚礼当晚 吴鹏飞竟然坠楼身亡 李芬更是口口声声的说 是自己害死了吴鹏飞 吴鹏飞肯定是接受不了 自己的那段往事 行了短见 李芬为什么口口声声说 是自己害死了丈夫 他究竟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往事 刺激了丈夫呢 原来早在两年前 李芬在网络上曾经遇到过一个感情骗子 李芬因为长得丑 年近三十也没谈过恋爱 更没男人追求 这天 他在微信上 结识了一个叫做 为你亲情的网友 没多久 李芬就沦陷在这个网友的甜言蜜语之中 对方也说 不会在意他的长相 李芬和这个网友见了面之后 还发生了关系 几个月之后 李芬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个网友知道了之后 很是开心 说 那咱们就赶紧买房子 结婚吧 我买房子的首付还差个十几万 要不你也出点钱 咱们齐心协力 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吧 沉醉在爱河中的李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让为你亲情买了房子 可没成想 自打李芬把十万交到了那个网友的手上 这个人自此就消失了 在亲人的劝说之下 李芬报了案 最终 那个骗子被绳之以法了 可那个孩子也被李芬给打掉了 未婚先孕 流产 这样的字也让李芬更加自卑 不知道该如何向吴鹏飞 坦白自己这段不光彩的过去 他害怕吴鹏飞知道这一切之后 离开他 李芬呢 就决定对吴鹏飞隐瞒这件事 可是 纸终究是包不住活的 于是 就在李芬以为自己已经和吴鹏飞领了结婚证 尘埃落定的时候 婚礼当晚 一条短信打乱了这一切 一个署名叫做朱虹的人 给吴鹏发来了一封彩信 正是李芬做流产手术的记录单 眼看着 瞒也瞒不住了 李芬是哭哭啼啼的向吴鹏飞 坦承了这一切 而此时的吴鹏飞 那是一个恼羞成怒啊 真是没想到 我被那么多的美女给甩了 如今 竟然被你长成这么样子的一个仇女给骗了 我眼睛这是瞎了 还结什么婚呢 我这就跟你离婚 吴鹏飞气呼呼的事摔门而去 新郎坠往楼下 警方深入调查 发现新郎并非自杀 吴鹏飞的身上有多处伤痕 生前还有活动的影响 新娘向警方提供线索 婚礼现场曾有人送来花圈 大闹婚礼 这晚联上还写着什么姻姻缘早段 你生无后之类的话 会是谁派人大闹婚礼 婚礼上送来的花圈与新郎的死亡又是否有关 帅气新郎 坠楼真相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李分开着吴鹏飞离开的家 也是伤心极了 他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也准备回娘家 出门之前呢 他突然想起了一个闺蜜 曾经告诉他一个整治丈夫的经验 那就是 回娘家之前呢 一定要把家里的所有的遥控器全都带走 这样即便丈夫留在家里 那日子肯定也不好过 于是 李分呢 便随身带走了家里的电视遥控器 空调遥控器 手机充电器 等等等等 他希望吴鹏飞过了气头 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能够回来找他 可是 他刚刚离开几个小时 竟然有邻居打电话给他 不好了 出事了 你老公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 李分的脑袋是嗡的一声 连忙就往回跑 在自家小区的楼下 李分哭倒在吴鹏飞的身上 伤心一绝 李分觉得 正是因为自己对吴鹏飞的隐瞒 才会让他如此的绝望 以至于选择了轻生这条路 但是 吴鹏飞真的是自杀吗 经过警方的侦查 初步排除了吴鹏飞自杀的可能 因为随着警方案件 侦破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发现了吴鹏飞坠楼死亡的真相 警察在对吴鹏飞进行尸检时 竟然发现 吴鹏飞的身上有多处伤痕 生前还有搏斗的迹象 而且通过对死者衣物上沾染的血迹的DNA 进行仔细比对后 判断出有少量的血迹 不属于死者 这个人会是谁呢 会是凶手吗 警方再次找到了李芬 李芬本以为丈夫是因为自己而死的 文青这个事件结果很是诧异 警察问他 吴鹏飞生前有没有和人结过怨呢 或者 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呢 李芬仔细想了想说 对了 婚礼当天确实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 那就是 有人在婚礼上送了花圈 那天 李芬和吴鹏飞正在酒店门口迎接宾客 可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却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你们是谁 拿这个来干什么 快走快走 不许你们在这胡来 屋外 几个筹办婚礼的亲友 正在和两个陌生人拉拉扯扯 李芬和吴鹏飞走出来一看 只见 两个凶神恶煞的男子穿着一身素衣 抬着一个硕大的花圈正准备进酒店 这晚年上还写着什么 因缘早段此生无后之类的话 其中的一个陌生男子 看到了穿着婚纱的李芬之后 冷笑着说道 有人让我俩给你道个喜 小小心意 道谢就免了 那人还说 李芬肚子里还死过一个孩子 这个花圈就送给这个孩子吧 说完呢 便丢下花圈迅速地离开了 这个大闹婚礼现场指使他人来送花圈的人是谁 是什么样的过节使得这个人如此恶毒地对待这对新婚夫妇 新郎的死亡是否跟这个人有关系呢 就在这时 李芬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激动地拉着警察的手说 朱宏肯定是朱宏 那花圈肯定是朱宏送的 这个朱宏是谁 他和吴鹏飞李芬之间有什么瓜葛呢 就在李芬和吴鹏飞交往了快一年的时候 一个叫做朱宏的女孩忽然给李芬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 这个朱宏告诉李芬 自己就是吴鹏飞之前的未婚妻 他还和李芬说 我忘不了吴鹏飞 请你离开她 李芬这时候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这个女人居然还有脸说这个话 鹏飞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你有什么权利叫我退出啊 李芬挂了电话之后 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吴鹏飞 听吴鹏飞说 想当初啊 就是这个叫做朱宏的女人 生怕结婚之后 整天照顾她的老母亲 所以呢 跟她提出了分手 而且呀 今天一早 她也打过电话给吴鹏飞了 说自己离开吴鹏飞之后 就谈了几个男朋友 但却呢 总是忘不了吴鹏飞 希望吴鹏飞能够原谅自己 重新附和 李芬听到这儿 是紧张极了 这脸呢 憋得是通红 鼻尖上也渗出了汗 吴鹏飞轻轻地刮了一下李芬的鼻尖 温柔地说道 放心 我已经很明确地跟朱宏说了 重新复合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已经有了心爱的人 而且呢 马上就要结婚了 吴鹏飞顿了顿 接着说道 这朱宏啊 八成是不甘心 才会给你打电话 让你退出的 你呀 缝理他就是了 但是 这个朱宏 却似乎没有罢手 他是隔三差五的 就给李芬打电话 发短信 扬言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 给抢回来 朱宏甚至特地上李芬的单位 找过他 当朱宏看到李芬的长相 更是趾高气昂地挖苦道 哟 不知道我家鹏飞 是不是种了你的什么迷魂树啊 怎么会看上你这个丑八怪 李芬一听是火冒三丈 和朱宏大吵了一架 而这个朱宏自打尽了李芬的相貌之后 觉得自己早已是稳操胜券 更加变本加厉地骚扰吴鹏飞和李芬了 新郎在洞房花烛之夜 跑去找前任女友朱宏算账 警方随后叫取了朱宏住所 楼道内的监控录像 证实 吴鹏飞在进入朱家之后 二十分钟就离开了 案情扑朔迷离 邻居汪小娜 又成为主要嫌疑人 他竟然是从邻居汪小娜家的阳台坠下身亡的 吴鹏飞会与邻居汪小娜有什么纠葛 吴鹏飞坠楼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帅气新郎坠楼真相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听了李芬的讲述 警察随即找到朱宏并讯问 就在这个时候呢 警方发现朱宏的身上也有多处的伤痕 经过比对 确认在吴鹏飞的衣物中 发现了他人的血迹 正是来自于朱宏 朱宏承认 在婚礼上给吴鹏飞和李芬送花签的背后主使 那就是自己 而且啊 在吴鹏飞死前的当晚 两人确实在一起 而且呢 还发生了争执 动了手 就在婚礼前不久 朱宏竟然得到了李芬曾经未婚先孕做过流产的消息 这朱宏心说 自己长这么漂亮 这么的求你回头 你吴鹏飞竟然视而不见 还找了这样一个不简简的丑八怪结婚 这也太没面子了呀 得把李芬的丑事揭发出来 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于是便出现了婚礼当天 李芬被人送花圈 遭人羞辱的那一幕 那么这个朱宏真的会是杀人凶手吗 你说说 宁爱生恨也不至于到了要杀人的地步吧 那也太极端了 不过 朱宏身上的伤痕又是从何而来呢 他的血迹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吴鹏飞的衣物上 婚礼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警方的讯问之下 朱宏爽快的承认了送花圈发财信的事实 却拒不承认杀害吴鹏飞 朱宏说 那天吴鹏飞怒气冲冲的踢开了朱宏家的大门 大骂朱宏是多管闲事 打扰了他和李芬之间的生活 希望朱宏啊能够就此罢守 而朱宏也是十分的激动 这争执之中 吴鹏飞使劲的推开了朱宏 可由于用力过猛 朱宏的头先是磕到了茶几上 随后整个人摔倒在地上是心血之流 气急的朱宏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就往身上滑 你为了他不要我 那我也不活了 吴鹏飞冲上前去 夺过水果刀 将歇斯底里的朱宏推倒在地 是赶紧的离开了朱家 警方随后调取了朱宏住所楼道内的监控录像 证实吴鹏飞在进入朱家之后 二十分钟就离开了 综合其他证据 警方排除了朱宏杀死吴鹏飞的可能性 案件侦查到这里似乎又断了线索 吴鹏飞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案件侦破工作停滞不前的时候 警方收到了一张光盘 揭开了吴鹏飞坠楼的事实真相 事发当晚 居住在吴鹏飞对面的一户人家 在庆祝六十大寿的时候 举办了一个生日聚会 为了留个纪念 找了个摄影师朋友 全程录像 在亲友唱生日歌的时候 无意中录下了一个人 从对面楼的一家阳台坠下了画面 警方反复观看视频 确认了吴鹏飞坠楼的具体位置 他竟然是从邻居汪小娜家的阳台坠下身亡的 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隔壁女邻居 怎么也和吴鹏飞起了瓜葛呢 案件似乎越来越朴说迷离了 警方敲开了吴鹏飞隔壁 汪小娜家的房门 可这个汪小娜是拒不承认杀死了吴鹏飞 警察同志 我跟他那可是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呀 我害他干嘛呀 可是细心的警察却发现 汪小娜家的阳台 近期曾经重新整修过 而在警方拿出了视频资料之后 汪小娜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了 案件终于打开了突破口 原来就在婚礼当晚吴鹏飞去找前女友朱虹算账 在朱虹家吴鹏飞和朱虹又起了争执 这也就是为什么吴鹏飞的尸体上有多处的伤痕和血迹中有朱虹DNA的原因 看着歇斯底里要死要活的朱虹 吴鹏飞是厌恶至极 而当朱虹说了那句 你不要我我也不活了的时候 就刺激到了吴鹏飞 要知道 刚才吴鹏飞离开婚房的时候 亲子李芬跟他说的也是 你不要我我就不活了 想起李芬独自在家 吴鹏飞那是担心极了 生怕李芬做傻事 他再也顾不得朱虹的吵闹 急忙跑回家来 可是说来也巧 李芬这时候也离家出走了 到了家门口的吴鹏飞 无论怎么叫喊敲打这门就是不开 可是他哪知道李芬不在家 而且临出门的时候 因为气急了 他也没带钥匙 也没带手机 吴鹏飞联系不上李芬 又担心妻子在家里寻短见 怎么办 吴鹏飞敲开了隔壁邻居汪小娜的门 恳求汪小娜说 你看我也没带钥匙 又怕我老婆在家干傻事 您能不能行个方便 让我呀 从你家阳台翻回我家呀 那汪小娜是连连摆手 我这里可是七楼呀 从阳台翻过去太危险 外头又没什么防护措施 弄不好那是要出人命的 但是 吴鹏飞这个时候是急得要命 哪里还听得进去这句话呀 我求求你了 你要是不让我回去 家里那位可是随时会出人命的 吴鹏飞向汪小娜保证 一定不会出事 即使我出了事啊 也不要你汪小娜承担任何的责任 看着吴鹏飞焦急的神情 汪小娜左右为难 自己到底帮不帮邻居 吴鹏飞这个忙呢 面对吴鹏飞的一再感求 汪小娜碍于情面 勉强同意了 然而一场悲剧也就此发生 在吴鹏飞搬阳台的时候 因为阳台年久失修 水泥松动 吴鹏飞一个门站稳 当场就从七楼坠落 摔死了 而汪小娜也是害怕极了 自打亲眼目睹了吴鹏飞的坠亡 他因为害怕承担责任 不敢声张 直到警察登门调查 还是拒不承认 当视频资料 警察的现场 勘测结论出来之后 这才不得已的 说出了真相 真相终于大白了 纠纷却并没有平息 得知这一切的 李芬和吴鹏飞的母亲 那是伤心欲绝 不久之后 李芬和吴鹏飞的母亲 一指诉状 就将邻居汪小娜 告上了法庭 法庭在审理当中 围绕邻居汪小娜 是否需要承担 吴鹏飞死亡的 赔偿责任的问题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汪小娜认为 在吴鹏飞翻阳台之前 我也是劝了她的 这可是七楼呀 太危险了 可她自己拍胸脯 保证说不会出事 我这才帮了她的忙 我这可是好心呢 怎么还要赔钱呢 而且 吴鹏飞作为成年人 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吧 她说了 出了事 她自己负责 你们这会儿找上我 我也太怨了 汪小娜的辩解 有道理吗 她是否要为 吴鹏飞的死 承担责任呢 这里就要讲到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危险性便利 所谓危险性便利 就是指向他人提供了 危险性的便利行为 帮助的提供者 他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也存在着因果关系 因此 也应当为损害后果 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来区分责任的大小 本案当中 吴鹏飞跨越七楼的阳台 回自己家的行为 存在巨大的危险性 他应当预见到 自己的行为 存在危险 却因为疏忽大意 没有预见 或者自信能够避免 结果酿成了大祸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 而作为汪小娜 他本有能力 去劝阻吴鹏飞 借自己家的阳台回家 却为其提供了便利 也要为吴鹏飞的死 承担一定的责任 经过法院的审理 汪小娜也认识到了 自己的行为不当 最终主动提出 赔偿死者 吴鹏飞的家属 十万余元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拿到了汪小娜的赔偿款之后 李芬把钱 全都给了吴鹏飞 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而且 他决定 照顾吴鹏飞的母亲 直至老人终老 此时的李芬 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 如果自己能早日说出 自己曾经受骗怀孕的过往 新婚之夜 吴鹏飞也不会摔门而出 更不会出现坠亡的悲剧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下期再见 忠厚老实的男人 居然是个活死人 你看怎么着 这一查 赵大伟居然是个死人 几句不经意的梦话 竟然引出一场命案 他要是心里没鬼 怎么能天天说梦话 都说自己杀人了呢 我可不想和杀人犯睡在一起 神秘男人为何持有死人身份证 他又有着怎样 不可告人的经历 梦话说出杀人案 明日播出